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也不是一班大家认为我们很年轻 读书很厉害 我们都是那一类型的人 我曾经觉得我未来是怎样呢 当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有时觉得坏和好分野是什么呢 难道我行为不好 读书不是去到最好的就是坏吗 反而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人理 就是我争气都没有人看到 但是始终在学校里面 你都会找到几个人 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正正就是我们见到今次这个纪录片 无论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也好 两个也好 他找到一个有依靠 对他有认同有期望的人 他就会好一点 他就会争气一点 他们可能经历和我们有很多不同 但是我们见到的和接受到的 是同等的爱来的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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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